我是周玉扣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一项关于选举的重要的专访 我们必须强调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曾经安排了国民党的党中央的主席 吴敦毅先生以及相关的人士来接受访问 就是吴敦毅主席曾经答应我们 在安排当中说是最后一个礼拜 可能可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接受访问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两天的访问 这两天的访问是由国民党的相关的复选的人士 也就是吴敦毅主席跟民进党的复选的人士 民进党中央的秘书长洪耀福先生来参与节目 但是在本周要确定访问的行程的时候 结果吴敦毅主席的办公室说因为他很忙 无法安排 所以我们也只好割爱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吴敦毅主席自己放弃来接受我们访问 谈选举的一个机会 好 今天的洪耀福要来到节目了 他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承诺过 新北书就请辞在黄金48小时的倒数计时的投票日 洪耀福能不能保住他的秘书长的职务呢 现在全台烽火 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紧绷到 人人焦虑 在高雄有一些人士说 其实基本盘已经回来了 特别是经过一场辩论 韩国瑜的这个没有准备好的真相 被他自己抛露之后呢 其实很多的这个知识经济的选民也发现 韩国瑜或许需要更多的准备 那韩国瑜对高雄非常的不熟悉 韩国瑜他在他的选举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因为他在辩论的表现非常不好 所以呢就那是这个是比较的 这个对于自己在表现上面无法自圆取说 所以事后韩国瑜的阵营 是不是就被传说做出了一些在转移焦点上的事情 这个转移焦点呢 包括了两个事件 一个事件呢 就是他们在第二天 说这个不去控告郑洪怡 跟另外一位网友 然后呢 这个网友居然还在昨天跑到现场去感谢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护唇膏事件 这个护唇膏事件非常的扯 就算是有差护唇膏 护唇膏也不太可能变成你喉咙痛 或者其他的这个什么头脑昏昏 表现不佳 这个对于鱼港在林远 石化业的税级 已经嵌到高雄等问题都不了解 那所以很多人说其实这是一个表面上的这个善良 其实幕后的非常艰险的一项两手策略 这是韩国瑜阵营的转移焦点 把他在辩论上表现的空泛给遮盖下去 但是不管怎样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辩论的情况 对他个人的人格特质 即使是支持陈其迈的吴念珍 也说他觉得吴念珍觉得这个韩国瑜的口才确实不错了 爱与宽容也是值得我们大家肯定的 但是对于当高雄市的市长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来讲呢是这个可能他还不是最适当的人选 其实我是非常过去当然熟悉韩国瑜啊 这个我们哪应该是差不多同代长大的 他的背景跟我的背景不太一样的地方 也有同样的地方 比方我们的父亲母亲可能都是1949年 从中国这个跟着蒋介石先生的这个政府来到台湾的 我的父亲呢他也是军队当中的一名基层的人士 后来他离开了军队就到学校去教书 我们在基隆正兵国小这个长大 那个地方是孕育我们的家庭的一个所在 在正兵国小那里呢有学生和老师 也有这个大学教授 他是一个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 而且有眷村因为有光复营区的地方 所以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 其实我不太知道台语 这个在学校如果讲会法浅的所在 你就知道我是活在一个天龙 小小渔村的基隆 就他在八斗子旁边嘛 就是像风节 那边有海洋大学 有水产学校 他还有现在的二姓 以前是一所私立学校 那他还有光复营区 他也有正兵国校 后来有正兵国中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差不多的这个世代长大 那所以韩国瑜他应该有感于 在一个独裁专权统治之下的一个台湾 必须有的是民主跟开放 韩国瑜说他接受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我希望韩国瑜要的这个一中各表 是他内心的世界 就是说你跟中国交往 在目前这个状态之下 你不政治投降 你就没有办法有交往 有货卖出去人进来 这是昨天香港的词审 也就是写歌词的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一位这个音乐人 林夕先生所说的 没有政治投降 就没有今天你所说的人进来 或出去钱来发大财 这就是你如果靠中国 你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政治投降 你不要政治投降 你就是要有政治主权的团结的 共同的力量 懂吗 所以你不要让台湾成为中国口里的肥肉 你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政治抵御的力量 这个被政治抵御的力量之所在 它就是要让你能够站起来 对专权统治者要消灭你国家的主权 消灭你人民的尊严这件事情 大声的说出不要 我们要有像富裕这样的年轻的女孩 我们也要有像旁观者倾的灵系 我们还要有非常多基层的声音告诉我们 台湾就是台湾 很多人想要把台湾建国成为台湾共和国 这是他们未来民主发展的希望 在全世界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他们可以往这个目标迈进 只要我们的公投法继续的修正 就会有决定的一刻 决定的那一刻很可能不是台湾建国成功 而是另外一种主张成功 但是他就是今天的台湾 台湾不叫中国台湾 这个不是意识形态 这个是国家主权尊严 这个是人生存在每一个角落里的最后一口气 昨天胡说八道的人 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还说这是意识形态 柯文哲自己向意识形态投降 柯文哲没有政治思想主张 连一个个人应该有的 对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台湾 不受强权欺凌 不受强权吞噬 一个基本立场都没有 也无怪乎柯文哲的选情 已经进入消风阶段 昨天他跟馆长的直播 有人说是穷途末路 也有人说是他没有排可打 各位韩国瑜跟馆长的对话 是被制造成为700万人次在观赏 线上在观赏的 也不遑多让 昨天的柯文哲 馆长跟柯文哲对话的直播 搞了半天7万人 这7万人的选票 这7万人就算是选票 恐怕也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让柯文哲当选 所以蓝绿归队 很多绿营台湾的支持者 告诉很多的选民说 投下你的一票给姚文志 就是你的决定 很多绿营的支持者 如果还对柯文哲 充满了憧憬跟想象 恐怕是一种错误 而蓝营的支持者的回归 在韩国瑜在高雄的表现不佳 看起来当选的可能性 很越来越降低的情形之下 韩流情绪回归到最有可能当选的台北市 对丁守中当然是有利的 我的判断是如此 韩国瑜在辩论会上的表现 非常的不如人意 而且被预料当中的并无准备 有人说他是空心 有人说他是草包 我不好意思这样形容 我只能说他没有准备好 而且他没有团队 在这个情况之下 韩流的情绪要怎么样发泄在别的地方 而所谓的韩粉很多人 他们也不是高雄的居民 所以这股情绪会不会让蓝营 丁守中的选票陆续的回笼累积 这也是一个事实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北市的选举已经变成了丁尧对决 各位台北市的选举在柯文哲不是被夹杀 柯文哲是自己政治自杀 自己政治自杀之后的台北已经变成了丁尧对决 今天我们要访问民进党的秘书长洪耀福 让他亲口告诉大家 民进党中央居然会有 契姚宝柯这样的一个秘密主张吗 我们要得到答案的同时 也要跟选民说 台北市是姚丁对决 柯文哲已经出局 至于新北市江池五五坡 侯友宜必须面对的检验是 你做新北市的副市长任内去购买土地 你还号称是帮助别人 我们要知道有智慧的 有头脑的 有逻辑思考的选民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一个铁汉英雄 本来给人家两袖清风的形象 就算他的妻子继承了父母的财产 但是大群馆99个门牌号码 以及房租每年增加5% 社公司逃漏税等等 加上了新庄在他的副市长任内购买土地 而这块土地又是新北市资源捷运站 跟新北的新庄运动中心附近的精华土地 将来可以增值 再加上有贷借了一笔款项 给一位叫做林坤正的先生 而林坤正先生还付利息 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财产来源说不清楚 就在看最后选民如何做抉择 昨天我们他这个放言的团队 曾经试图访问林坤正 林坤正的办公室 总是以林董事长不在办公室里做回应 说对于段一康先生的质问 他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回复 这就是答案 用拖用逃用遮掩的方式 想要混过关来逃避 这些种种质疑 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 至于苏贞昌 他的很多的过去都曾经被检验过 最后关头 他到底能不能是一个会做事的人 当然大家有目共睹 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会做事连线是林志坚 是林又昌 是郑文灿跟苏贞昌 在台北市的对决 是姚文智跟丁守中 而在台中林家龙跟卢秀燕 目前看起来卢秀燕背水一战 不过林家龙非常有信心 真正的对民进党最考验的地方 持续的在民调上面必须加油的地方 那至于嘉义市到底有多诡诀 高雄市又是如何 我们等一下请操盘手来各位做分析 别忘了 公投13 14 15 请问我